我想聽一聽我這番話 其實之前你見到很多建制派的朋友 他們收到很強烈的訊息 我可以告訴你 我聽你昨天的財政預算案 加上這兩天有很多直播的詳細回答 我給你昨天的感受 聽你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我的心是很痛的 尤其當我聽到你說 退稅兩萬加到三萬 當我想到 我們這裏同事 個個可以退三萬 你又可以退三萬 但有些打工仔 拿最低工資 他又不是anmo 萬多元一個月 交幾百元稅那些 你告訴我 你拿了四成出來派 但你派給什麽人 會人拿多少 是很不公義的 不患寡 而患不君 我剛才聽到 你好像覺得很委屈 你希望同事是 整體看 我告訴你 整體呢 不是太差的 但是因為你留下了這八十至一百萬人 而是充滿怒火 我告訴你 我是超級議員 我的政治的警覺性 敏銳度 是會比較大 我告訴你 這股怒火 這股怒火是八十至一百萬人 覺得 你是故意留下了它 如果你說 我派一成、兩成 甚至我沒有派 甚至我退稅那兩萬 減了一萬 或者五千 更好 但是你當兩萬去到三萬的時候 有些財團退 差響 一個公司可以退九千萬一億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社會是不穩定的 而且對你都不公道 為什麼呢 將你所有其他 都有一些好的 發展、創新 全部一匹抹殺 社會是這麼簡單 每一個人一想的時候 我一萬幾元 我最低工資 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今早去茶餐廳吃東西 有幾個是藍絲 是大力支持你們的 他說 這個什麼政府 他差不多和你死了 他不是黃絲 他不是因為政治反對你 我正在說 我希望你再想清楚 民主黨以往都不是 贊成派錢的 但是聽完你昨天的預算案 我們考了十幾二十分鐘 詳細 拿出一個方案出來 我們真的希望你要認真地想 不是的話 這個財政預算案 是一個 這個林鄭月娥的政府 我再說一次 是林鄭月娥的政府 民望 跌落山 以及引起香港會動盪的開始 如果這個是林鄭月娥反對派錢的 就是林鄭月娥 要向中央政府負責 香港社會 接下來的 幾年的不穩定 沒有辦法做到任何 需要做的 什麼一帶一路 任何事情都做不到的了 還有民望會提升 林鄭月娥 死定了 下司長 我簡單回答 主席 多謝陶謹申議員的意見 陶議員剛才說 我是不是故意留下這些朋友 不考慮呢 陶議員你言重了 絕對沒有這樣的情況 至於其他 因為之前都論述過 那我不重複了 多謝主席 就算了